消防人员救护的任务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为患者进行处置 并且安全地送离医院 凤山消防分队的辖区是高雄市人口最密集的一区 救护量最多 挑战性也更大 他们要如何提升救护技巧 进而成为抢救人命的关键角色呢 敬请锁定本周三晚间九点播出的月高雄节目 救护 救护 赶快出动 像我们高雄市一个月平均救护量在一万出头 凤山分队一个月平均是七百多件 所以说原则上就占了快一成左右 那整个高雄市有五十个分队 所以说以救护来讲的话 在凤山的工作量是算蛮重的 现场两台机车插重 那一名拒送 那另外一名就 我们来到现场他已经站在路旁 他说手脚插伤的地方会痛 那颈椎那边工人都还很正常 那所以我们就送地区医院 那做插伤 受伤部位的插药而已 我们就是能够帮助到民众需要帮助的时候 尽数将他们送到医院 我们会先做现场的评估 然后看患者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能够处置的我们就是现场做处置 那如果没有办法处置的 我们还是尽数送医 交由医院端的医护人员来做后续的帮忙 我们可以从90年之前的救护来看 就是把你拉上车 然后送到医院去 过程中就不做任何的急救处置 到现在慢慢的演进 我们会给养会包扎 消防署也去推行这EMTP的计划 去训练出一批高级救护员 然后去实施插管给药 EKG 心电图 这些的政策都是在演进一个消防的进步 那我们对人民的生命跟安全 都有在做更好的保障